有一辆从资本到台东站的自强号列车 在11号晚间7点多 发生了鸟籍事件 而这鸟呢是一只缓紧致 撞上了车头 破窗而入当场死亡 由于鸟籍事件非常罕见 加上又是撞到了保育类动物 让台铁认为不可思议 自强号火车头挡风玻璃破了个大洞 车厢里还有羽毛散落一地 闯获的就是这只缓紧致 康二要进站 突然很像有义务 就直接穿透那个前面的港风玻璃 就撞到驾驶室里面 11号晚上7点多 这辆从资本出发的自强列车 在行进台东康乐站的时候 驾驶突然看见一个篮球大小的黑影 如同子弹般射了过来 想上车已经来不及 碰的一声玻璃硬声碎裂 当时驾驶当然是有吓了一跳 很本能的就是有三个人 环景致状自强号当场死亡 驾驶左大腿也被喷射玻璃歌声 该班列车延误将近十分钟才重新发车 只不过让台铁人员惊讶的是 过去遇上鸟疾 顶多玻璃出现裂缝 这次环景致竟然能贯穿双层的强化玻璃 实在不可思议 中间新闻徐陆李敏珍 台东采访报道